是啊 大清朝又不是他一个人 他不过是替我买人做天下罢了 他做得好咱们忠于他 他做得不好咱们换掉他 不可不可 万不得已时老夫还有一策 那便是尹 老夫从此装聋作哑当分子 还不行吗 你想隐退 那王上会相信你吗 这样吧 今日之谋绝非中堂大人一人之意 而是我们大家的公论 应当同生死共命运 好了 现在我们每人都在掌上写上一册 共大人选择 好 这个办法好 对 请中堂定夺 对 中堂定夺 禀末伺候 你们 你们这是逼我做千古罪人哪 失败了 你才是千古罪人 成功了 你就是千古明君 五先生在屋内等候龙公子 苏玛 陪龙公子进屋吧 奴才在外边望风 好 记住 不许喝酒 不许赌博 奴才重任在监 怎么敢呢 在这条街上 如果不吃不赌 反而像个呆子 这样吧 你去对面街上那个茶楼 找个临窗的位子 坐着喝茶吧 瞧见了吧 当公子可比当皇上更体贴人哪 子玛 咱们听五先生说过论金去 这些事情啊 我这都听不懂 让啊让啊让 让 ya让 来 赶紧赶紧 上吧 拿来拿开 快来 停车 来 停车 快点 来 停车 快点 停车 来来来 吴先生 您送我的几书我都读了吗 真有意思 特别是前朝内部骂皇帝的禁书 我读的都乐死了 落网秀赛的口才可真损 骂人骂得都妙句横生 龙儿小友 你以为那是骂了我 不 那是在给皇帝讲座人的道理 因为历代皇帝都生已深宫 刚出生就被太监乃娘抱走了 长大以后呢 成田同宫女泡着 她们只会从奏折上看天下 久而久之 趁皇帝就成了光患的木偶 不错 有本事的皇帝是不该怕人骂的 应该留着这些骂当真药来用 再说哪有被人骂倒的皇上 只有自个无能垮台的皇上 小友能理解这些大有益处 你出自民门生来富贵 天资聪明前程远大 但是不能守着金银过一辈子 应该争取入朝礼政 为天下百姓做些善事 先生 如果你是内阁大臣 你会做哪些事情呢 大清开国以来 不过二十余年 民生凋敝 百费待绝 因而 首要一点便是富民养生 稳定设计 家父也是这个看法 可我却听说 大臣们认为 正因为大清开国不久 前朝余孽仍在 人心不稳 更应当扩军建营 这是多虑 他们怕反清复明搬到大清 依我看 却是不会 明朝气数已尽 大清如日出生 改朝换代 消除战争 乃是百姓姓氏 只有那些遗老遗少 才痛不欲生 说得好 说得好 先生 我才问你 如果你当皇上 你会怎么做呢 我叫你给问住了 我只会评论皇帝 不会做皇帝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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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 我赢了 看这把 他奶奶的 再来 谁不来声 小狗 小子 大爷愿意陪你玩 可你小子还有银子吗你 就是 你还有没的吗 拿来看看 有银子了你就赌 拿钱来 走 别走 怎么着 还要赌 你没银子没物 拿什么赌 我告诉你 你这声破挂子也可不要 就是你这破挂子 走 没银子没物 还有命的 我拿这条胳膊给你赌 老子要是赌输了 你把这条胳膊砍下去 你这胳膊是火腿 还是猪蹄 老子不捡垃圾 走 站住 小子 你他妈找死啊你 没捡 就是走 小子 你怎么找死啊你 no 走 road 教大 稍后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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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跟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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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死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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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死力打 走 走 東天哥 給我殺 殺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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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酱鸡子有的祸 看看去 先生留步 过两天我再来请教 小友慢走 你也慢走 这死人跑哪儿去了 怎么当的拆 皇上 回宫以后 你得好好教训教育他 是得教训教育他 宋马 既然东京不在 咱们也别急着回宫了 出来一趟也不容易 给朕转悠转悠 也算是体察民情了 好啊 来 宋马 你怎么来的 contents 这帝 皇上 这一定是被攻击弄的 你快离开这儿吧 别别 朕下 瞧在这儿呢 快 走走走走 没事吧 走 走 躲开 将岔楼围起来 不准放手鱼人 快 你们这些刁民又在皇城中地拒终脑势 给我统统乱走 大人误会了 下官不是刁民 恩是四比堂关 奉毫中党之命 在此等候侵犯武次有 本都说了 皇法无情犯法必究 你到大堂上在身边吧 大人 本官是御前四品侍卫 在这里喝茶饮酒 不慎被几兄弟绞了进去 请大人明察 本都不管你是什么人 王法无情盖莫能外 你既然是皇上的人 更应该守法安民 我可不管你们是皇亲还是众臣 一律言成不贷 听着 拿下带走 好厉害呀 这是谁呀 他是京城九门提督五六一 人称铁盖 禀兵有方执法无情六亲不认 苏玛 你随朕来 哦 你去向五六一传旨 说今天的事朕都看见了 五六一是一个闲将 这些人暂时放了 朕自会处理 皇上 五六一怎么会相信我这个丫头呢 把手伸过来 把手伸过来 铁盖 铁盖 你是什么人 怎么知道我的绰号 我是皇上的人 这是怎么的 那个丫头便别敢说是皇上的人 去去去去去去 铁盖 看 铁盖有眼无珠得罪大姑姑了 敢听皇上就在附近吗 铁盖不必四处看 皇上有旨意给你 皇上说 铁盖领兵有道 执法无情 是个闲将 今天的事朕都看见了 这些人暂时都放了 朕自会处理 铁盖遵旨 站住 解开绳索 统统放了 折 来 奴才明珠叩见皇上 你怎么知道朕的身份 皇上 奴才头一次见皇上的时候 就瞧出皇上藏龙卧虎 气欲不凡 因此每次皇上回小殿的时候 奴才都暗中保护以防不测 不想今儿被皇上瞧出来了 难得你一片忠心 起来吧 谢皇上 五次友知道朕的身份吗 皇上放心 五兄只是书本不识天威 浑然不知啊 好 这件事你不得跟任何人泄露 这样吧 你也不必再回恒通旅殿了 朕为你为无品厚补倒台 现在就去力部报道吧 谢皇上厚恩 去吧 一旦有旨你立刻返京 朕随时会用你 皇上 奴才愿为皇上护驾回宫 不必 去吧 遵旨 宋马 此人真是聪明伶俐 朕和他们二人相处这么久 明珠就看出朕的身份 而五先生偏偏看不出 五先生大致若愚 哪像明珠有那么多心眼 划得像油猪似的 五先生不是说过吗 君子如水 小人如油 不错 明珠是油 五先生是水 朕也看出来了 明珠志在做官 而五先生志在天下 两人不同类 宋马 皇上 你每日吃饭 能不放油吗 油用得好 也是香喷喷的呀 帝王知道 君子与小人各有其用 谁也替不了谁 朕既要用君子 也要用小人 既少不得水 也少不了油 朕要让他们两人 各尽所能 皇上 奴才失职了 立东廷 你当差当得好啊 奴才罪该万死 自个儿到内务府去 说朕罚你半年的俸禄 并自领庭帐二十大板 一下都不能少 奴才一下也不会少 和你一块打架的是些什么人 是奴才小的时候的结义兄弟 多年不见了 尹家乡 敖拜圈地断了活路 进京寻找前程 朕瞧他们身板不错 又是外乡人 宫里面没人认得他们 东廷啊 改日带来让朕见见 喳 奴才等参见皇上 快 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有什么本事 奴才叫木子西 会拳脚 皇上有何吩咐奴才万死不辞 奴才好老四 擅使刀枪 敢打敢拼 奴才降驢子 不怕苦不怕死 那我的眼珠子 就是我给打掉的 降驢子 这名好 打不死吹不烂 朕要你们进宫 是想用你们做步 一则陪朕练练拳脚刀兵 二则给朕做侍卫 你们好生历练 有朝一日 朕会派你们做一件大事 想要半死不辞 皇上 敖拜进宫见驾 在外头等候多时了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让他在外面等 是 老臣拜见皇上 敖中堂 病好些了吗 趁皇上惦记 老臣的病非但美好 反而更重了些 那快叫太医看看去 谢皇上 老臣自己有药 自己能治 敖中堂 真是个能人啊 皇上 这几个人好面生啊 这些不 是朕招来陪朕练练摔跤的 皇上日理万机 还练什么拳脚 宫中卫士如林高手如云 谁敢碰皇上一根毫毛 朕喜欢习武 这可是大清的立国之本 敖中堂 你是本朝第一员虎将 不妨露两手 教教他们 不敢 这些都是皇上的人 老臣碰不得 也是啊 中堂正在病中 万一让这几个少年郎 占了上风 朕也不开心啊 老臣打了半辈子仗 杀人无数 眼下虽在病中 可这双铁掌仍然能披山烈石 对付这几个人 老夫如同砍瓜切菜 是吗 好 那就试试看 朕竟喜欢看人家的砍瓜切菜 臣领解 快 opt 好 Não 我们 certaines 听明白 äischen 老ほ 我 我 听不得 我们 没有 馃 好 想不到敖中堂有万夫不挡之勇 真是朕之幸大清之福啊 老了不行了不行了 退下去 敖中堂急着见朕有什么事吗 平西王吴三桂上折子 其朝廷博量二百万代 一字军用 吴三桂隔三差五的 又要粮食又要军饷 你的意思呢 西南边疆不稳 吴三桂脚贼要紧 陈毅答应平西王 可护博量食都用于救灾了 咽下仓中空空如也 吴三桂脚贼要紧 这么着吧 让班布尔善出京 搁粮去 班布尔善走不得 为什么走不得 班布尔善有药物缠身 再说 陈毅靠他辅助朝政 换厄比龙去吧 遵旨 老臣还有一事禀报皇上 说 九门提督五六一 护卫京城 守法尽职 应与嘉奖 臣等议了一下 奏请升任他为兵布侍郎 九门提督官虽不大 但却是重中之重 五六一胜了官 九门提督谁当啊 副将平山勇 此人乃先帝身边的侍卫 对大清忠信等等 可将他替补为九门提督 这样吧 让兵布立部商议 然后再报 典指老臣告退 东庭啊 陆在在 你们都说他是小人 朕看不是 朕看他是治国之能臣 乱世之枭雄 看 对外要笼络吴三桂 对内要笼络吴六一 动作真快啊 此人如果不结党篡权 那该多好啊 皇上 刚才的差事 奴才又办砸了 你是说打架的事啊 朕知道 穆子稀他们不是傲拜的对手 不过这次朕不怪你 傲拜本来就是本朝 低渊虎将 栽在他的权下并不丢人 不过今日你们落下一点便宜 就是从今以后 傲拜再也不会把你这些小步库 放在眼里了 好 没想到胡太医的武功这么高深啊 你光夸他你不夸我呀 老祖宗您的功夫啊那是为了健身 当然 胡太医的武功可是深不可测呀 那是当然了 不过呀 我呢也是经历了两朝三代的人了 也算是保经了刀光剑影的人了 不然的话呀也不会有今天这样毫发不伤啊 没有这胡公山行吗 不行啊 我说孙儿啊 最近你和敖拜都忙什么呢 忙啊 最近我将京城周围千总以上的官都查了一遍 京西剑谱营通州大营都是敖拜的部下 只剩下九门提督五六一不是他的人 那你如何收拢这个铁盖呢 给他个三品兵部侍郎 三品官三品官多如牛毛 在这个京城你扔个石头都能砸着个红顶子 而九门提督只有一个 那一品兵部尚书 那就又摆不平了 那就叫别的大臣起疑心了 孙儿啊 你要知道那有的人啊 可以用钱买 可是他不值钱 有的人可以用官买 像五六一这样的人呢 你只能用恩义去换 我跟你说呀 这个五六一啊 有个义父 他名叫洪家生 犯了死罪 他关在这牢里啊 已经有八年了 他一直想把他救出来 就是一直不敢跟我提 魏大人 您在这儿 魏大人 死人在此处关了八年了 年年说秋后出城 可年年又拖了下来 不知何故啊 魏大人 死人在此处关了八年了 死人在此处关了八年了 朕特职 吴六一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 吴朕亲笔手遇 盖不奉招 并则吴六一从今日起 统领京城巡防 凡三平以下文武官员 及所属兵马 吴六一巨可截至 这道旨意一旦到了吴六一手里 整个北京城就是他的了 连朕和太皇太后的身家姓名 也都交给他了 皇上 三思啊 去吧 朕愿意冒这个险 东庭 马上就去 东庭 朕要重用五六一 也要防着五六一 东庭啊 朕 收你这把天子剑 记住 如发现五六一有所不轨 既用此剑将其诛杀 不必请致 善 假如魏东庭也有所不轨 朕该怎么办 奴婢罪过 宋马 你怎么了 怎么变得这么怕朕 奴婢没变 是皇上变了 变得可怕 好 翁中堂回来了 在下恭候多时 半大人 皇上想把你撵出京城 让你酬粮去 皇上是想把你我分而制之啊 老夫略失小计 就让恶臂龙替你去 大人高比 大人 你衣裳上有血 莫非是想害你吗 这不是老夫的血 是狗血 老夫今儿个教训了几个小崽子 打狗气主 怎么回事 皇上 添了几个不酷 说是陪他练练拳脚 皇上为何要新添不酷呢 无非是想要你我的人头罢了 看来皇上已经很在意了 你我要多加小心呢 班大人放心 老夫要么不动手 要动手就必操胜券 西山剑谱营的韩军们 通州大营的黄管带 都是老夫生死之教 只剩下一个九门提督五六一 老夫也有了新的张法 什么张法 提拔他 大大的提拔他 然后把他调离京坊 这位老夫妙急了 五六一请来了吗 已经请来了 在堂上候着呢 银票呢 在身上 好 走 请 下官五六一参见敖中堂 团大人 吴君们 多日不见了老夫真是想念你 吩咐总管家宴伺候 谢东堂 下官实在不敢当 请 大人请 请 请 吴君们就任九门提督以来 统兵有方 执法无情 朝廷上下 一派赞扬 吴大人 敖中堂经常对我们说 本朝所有汉将当中 他最佩服的两个 一个是平溪王吴三桂 另一个就是您了 是啊 是啊 中堂大人抬举下官了 下官愿孝全马之劳 哎 哎 吴君们在提督任上已有多年了 为什么 久久不能提拔呢 下官不知道 只听人说下官是个汉将 应当多历练历练经受考验 你 荒唐 无论满汉都应该一视同仁吗 啊 不瞒君们 老夫今日已奏报皇上 将你提拔为兵部侍郎正三品 上书房行走 参之正事啊 哦 谢大人 吴刘依敢恩戴得以图厚报 恭喜吴大人 这个三品侍郎啊 皇上本来是不同意的 说你义父有罪仍在牢中服刑 隔着再说吧 是敖中堂硬是从皇上那儿争来的 中堂大人 下官义父随犯罪服刑 下官可是一直奉公守法 为何要诸连下官的虔诚呢 哈哈 莫说你皇上对老夫也是多有猜忌啊 哦 罢了罢了罢了 不说这些了 吴君们呐 哦 不不不不不 兵部吴大人 今后你我同朝里正荣辱与共了 你的福便是老夫的福 你的祸也便是老夫的祸 下官刻骨铭心 吴大人 我这里有十万两银票 你拿回家去做贴补之用 下官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银子 谢中堂大人 但是下官万万不敢接受 老夫一点薄礼 吴大人何必推辞呢 中堂大人 属下官草莽脾气 下官人成铁盖 穷得一辈子 但总觉得穷些好 穷得安心 铁盖为官是奉公领命 一旦收了大人的银子 铁盖从此之后就不敢放手做官了 怎么样 老夫早就说过铁盖高节 不会要银子 你非要给 下官糊涂了 下官糊涂了 恭喜大人荣升兵部 还没有下旨呢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快 好事传千里嘛 咱们是同喜呀 我如进了兵部 这九门提督不就是你的了吗 下官不敢妄想 不必在此拽悠了 当直去吧 这 在下魏公廷 不请自入 酒后吴大人 魏大人 上次在茶楼冲撞 多有得罪 今日府上相遇 仍请赵颖 魏大人是天子晋臣 而下官只是个粗人 魏大人照应下官才是正理 魏大人既然光临韩府 下官静候分府 果然是个爽坏人呐 五六一接职 朕特指 五六一所领北京九门提督一职 吴朕亲笔手遇盖不奉照 并择令五六一从即日起 统领京城寻访 反三平以下文武官员 即所属兵马 五六一既可劫至 钦此 下官心争肉跳 不敢接旨 你要抗旨吗 下官怎敢抗旨 而是当不起这等重任 魏大人请看 谁拥有了这道圣旨 谁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全北京城内杀伐决断急于欲申 五六一只是个粗毛武夫 又是个汉人 难道皇上不担心下官作乱吗 下官因而不敢奉旨 皇上担心你作乱 但皇上相信你不会作乱 皇上说 这道纸一旦到了铁盖手里 全北京都是他的了 连太皇太后和朕的身家性命 都交付给他了 在下曾劝皇上三思 但皇上说朕相信他 朕愿意冒这个风险 臣皆知信恩 铁盖请起 皇上将他的身家性命 都交付给你了 你有何要求 铁盖奉旨行事 无任何要求 你昔日落难时 有一个叫洪家生的老头 救过你的性命 你认他为义父 后来此人因触犯刑律 身陷死牢 这么多年来 您为何不求旨释放他 洪老义父对我虽有大恩 但是王法严峻 铁盖不能寻死王法 皇上现在有求于你 你可以请皇上恩准释放他 绝不 在这个时候 皇上求旨 岂不等于要求皇上吗 吴大良 请 义父 义父 六一啊 铁盖 红老义父 是太后特别恩赦的 太皇太后说了 北京城红顶多如牛毛 但铁盖只有一个 太皇太后希望你无论官做多大 有多大的权利 都永远是铁盖 义父且慢 柳一啊 柳一还要再委屈你几日 魏大人 帮你将义父在台会捞入去 为什么 太皇太后要我永远是铁盖 可我如果接受太皇太后的恩典 就不配是铁盖了 铁盖要用性命为太皇太后立功 凭本事赎回义父 好好 老夫在牢里等着你建功啊 在下从命 抬过去 大臣们都打轿回府了 鄂中堂还在忙碌啊 鄂中堂不是也没走吗 正要走 瞧见尚书房的当志官还在 料想你再加班 就进来看看你 老辣 丢三辣四的 欲试总犯糊涂 这不 兵部的几份折子 我实在看不明白 兵部连连催着我上报欲批 我真做难啊 哦 都是写什么折子 通州大营更换两名偏将 三名牵走 西山大营换房 现五日完成 鄂中堂 这兵部想干什么 太平盛世的没见打仗啊 你看看 好 这两件事我都知道 均属于正常调动 似乎动作太大了吧 哈哈哈哈 可将他 这养女人 犹如养猪 得好好地捐着 这统兵 则如同养狗 得时常地牵出去溜一溜 将士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容易安逸堕落 也容易结党谋私 所以每隔一两年 就要让他们动弹动弹 免得够肥成的猪 一旦要用上不得马 拉不开弓 这可是统兵御将的万全之道 只是说出来不雅 请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统里军务的 这折子还是由你来批复吧 皇上有过旨意 说你我统里军务 些许小事你批复了就成 你请 你请 厄重堂 我跟你实话说吧 我不是不能批 你批复了就成 你请 更不是不敢批 而是 你批 比我批 更有力 此话咱家 这些将士 多半是随我打天下的 我总得避避嫌吧 再者 你是知道的 皇上虽然用着我 却更细认你 熬中堂的意思 我不批 是不行咯 再者 此事还关系到兵部的面子 和下面将士的响吟 大家都眼巴巴地瞧着你这支笔呀 等事成之后呢 好好地谢您啊 那我就批了 请 皇上 臣奉旨酬粮 准备今日离京 特来辞驾 厄比龙 平身吧 谢皇上 臣奉旨酬粮 你这把年纪 还不辞辛劳 朕 于心不安 臣该当的 酬粮是件苦差事 你又体弱多病 朕 朕本以为你会脱病不去的 没料到你竟然接旨即行啊 老臣效忠皇上 万事不辞 是吗 朕想了一宿才想明白 你是怕夹在朕和熬拜中间难以做人 想借酬粮之机 离京必获 皇上 朕 说错了吗 皇上 老臣糊涂 皇上 真是一箭穿心啊 你 你 真不像十六岁的少年 却像六十六岁的老人 什么事都瞧得透透的 朕生于此时 内忧外患 一岁定十岁啊 皇上 保重龙体啊 朕 朕叔叔 你抬起头来看看朕 朕虽然只有十六岁 可今天早上起来 朕已经发现有白头发了 皇上 恶比龙 你以为在朕和熬拜之间保持中立 你就可以避阔了吗 大错特错 告诉你 熬拜如果篡位自立 他定会杀你 朕如果除贼成功 也会置你不忠之罪 熬拜必败 朕必胜 皇上 皇上 老臣有罪 存心自保 犯了不忠不臣之罪呀 傲拜 最近有何动作呀 有件事 老臣瞧着糊涂 饿叔叔 现在不是该糊涂的时候 昨儿傍晚 臣批复了兵部的折子 照准西山剑谱营和通州大营的调房 皇上 这事若无是非 那是老臣猜忌了兵部 如有是非 皇上 不可不防啊 昨儿傍晚 臣批复了兵部的折子 照准西山剑谱营和通州大营的调房 皇上 这事若无是非 那是老臣猜忌了兵部 如有是非 皇上 不可不防啊 这就对了 还有吗 仅此一向便知深浅哪 其余的 老臣没有察觉 此去酬疗 你准备如何办差呀 静忠报国 为朝廷充满三百万担粮食 那有了粮食以后呢 两百万担发往云南 冲作平溪王军粮 一百万担资灾 星夜发往各省灾区 三百万担粮食全部欲往灾区 你可也不给吴丧贵 老臣 臣遵旨 臣斗胆问皇上 如果敖拜追问 老臣如何回答 这个 臣就不知道了 你是老臣嘛 该糊涂的时候 只管糊涂 朕 只要凭西王吴三桂 恨他敖拜 他要誉而誉估 哦 臣 有数了 来 来 起来 快点 快点 快 站起来了 快 站起来了 都站好了 大家注意 站好 奉敖中堂的命令 今晚连夜火速拔营 以免惊扰百姓 出发 快 东平 你知道 敖拜府在哪儿吗 奴才知道 咱们瞧瞧他见 皇上不可亲身冒险 哪儿不安全 有什么旨意啊 奴才给你办嘛 是啊 万一要是出了事 没有退路啊 你们害怕吗 奴才才不怕 不瞒你们说 朕倒有点害怕 不过 朕不明白为什么 越怕 就越想去瞧瞧他 朕觉得 朕冷不丁扎到他的面前 他反而不敢把朕怎样 苏玛 嗯 你先回去吧 我们俩去就行了 这 皇上 您为何一定要去瞧他呢 佛爷 朕又是一宿未免 朕想知道 他的真心是什么 今早起来 朕查了大臣们的履历 今天啊 是他的好日子 什么好日子 生日 今天他五十五了 走吧 奴才 在前门外茶楼上守望着 亲眼瞧见皇上 穿一身便服进了横通殿 奴才 再判人暗中打探 里头就住着亲犯不自由 就是那个炮制你们的烤生 随皇上同去的 只有魏东廷和苏玛拉宫 我说皇上近来谈吐不凡 动不动说过道金的 原来败了个名师啊 就算我敖拜不废他 他的皇位也会让他自己败掉 朕头大人 这正是个机会啊 我们可以在横通殿附近 布置埋伏 待皇上入殿时 当场做掉他 然后将弑君之罪 转嫁到五岁友身上 他不正是个侵犯吗 仇恨大侵 攻击朝政 久怀不轨 暗藏杀鸡 样样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啊 太皇太后呢 这个老婆子可顶得上十万大军啊 皇上没了 他瞒得了别人 可瞒不过他呀 不错 太皇太后是个明眼人 不过 他既无兵马 又无证据 下官预料 事成之后 他不但无奈 而且得首先自保 明眼人往往是最现实的 不过是个人 这样一来 他就得忍 大悲大痛之后 他只能接受现实 与中堂大人妥协 到那个时候 整个朝廷一下子就要倾斜到中堂这边来 大清的天塌了一半 另一半就得靠中堂您来撑着了 到时候 朝廷之上就已经是中堂大人您说了算了 您甚至可以逼他发布一旨 将朝政全部移交给辅政大臣 最后 中堂大人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 决定还要不要留下这个太皇太后 其他的大臣都好办 经济位数也掌握在我们手里 只剩下一个九门体督五六一 不管他是不是保持中立 我都得换掉他 让他跟他的义父一块儿到牢里待着去吧 中堂 您就是大清的旧式之君哪 老夫压抑的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一条龙缩成了一条小蚯蚓 老夫再不有所作为 平生所激的雄心韬略就要富诸东流了 如今针笼在线了 中堂之幸就是大清之幸 大清之幸就是我等臣民之幸啊 主子 我说过不见客 主子 主子 皇上已经进府了 什么 带多少人来 只有魏东廷一个人随行 他这是来探侃虚实的 快快出营 慢 现在出营太晚了 人算不如天算 此刻是天赐亮剂 不 他既然前来必有所防备 再说 我不愿意让他死在我的府上 让我坐稳了弑君之罪 在下回避了 在下回避了 万岁爷驾到 万岁爷驾到 臣等有失远迎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平身 平身 那外星都是来给敖拜贺寿的吧 人不少啊 皇上 敖中堂因病谢绝作寿 臣等不忍 想来磕个头就走 不料惊动了皇上 朕出宫散散心 顺道路过这儿 一头就拱进来了 朕坏了规矩啊 皇上关爱臣宫 是奴才们的福气 奴才们欢喜得紧啊 是啊是啊是啊 朕在这儿站着啊 你们不自在 你们不自在 朕也就不自在 你们聊着 朕瞧瞧熬拜去 回头啊 再来瞧你们 皇上下架喊舍 老臣感恩不尽 听说 你称病谢绝作寿 简朴从事 朕一高兴 貌貌实实的就来了 你不让大臣们给你作寿 朕就给你拜个寿 皇上体恤老臣 是天子宽人之心 老臣何以为报 起来 快起来 你还是躺到炕上去 坐着和朕说会话 你躺着吧 老臣不敢 你要是不肯躺着 就坐到炕上去吧 借皇上自作 傲拜 朕看了工藏的档案 你是爱新觉罗式的恩人哪 你在战场上救过先皇的命 自己却身负重伤 入关的时候 剿灭民兵 平定反叛 朕看了拍案叫绝呀 跟你说句知心话 朕是坐在你们这些人的功劳簿上 才当上的皇上啊 皇上知道这些 老臣欣慰之志 你三十岁寿臣时 太宗皇太极在军中为你作寿 你四十岁寿臣时 顺治先皇在乾清宫为你作寿 今儿个 你五十五岁生日 却称兵巨寿 朕不想看你受委屈 怎么的 你得来给你拜个寿啊 朕还要送一份受礼 受你为首辅大臣 加封一等功 世袭妄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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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走了 你上床歇着吧 明天早朝咱们再聊 皇上慢走 明天一早老臣上朝歇恩 这孩子啊 说到老夫的伤心处了 大人 您心软了 老夫受爱心觉罗事厚恩 自来想去 费力之事 还是罢了吧 仲堂大人 这 老夫做了一辈子忠臣 现已黄泉入尽了 不想再背上个千古骂名 仲堂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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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理解您的心情 可是您也得为那些前来贺寿的臣鼠们想一想啊 万一今后您一旦不在了 皇上饶得了他们吗 再说 您也得为天下的子民和祖宗的设计想想啊 康西 心胸如此狭隘 才记贤良 这样的皇上 保护住大清的江山吗 大人费力之举万不得已 实属无奈 天将大任与中堂 中堂担心 可照日月 中堂大人 康西今日来此意在交兵 这证明 他已经完全察觉到了中堂的意图 现在双方都是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你不动手 他照样动手 嗯 交代下去吧 明天一早老夫上朝 遵命 你找谁 在下五六一与魏大人有约 哦 请 敖拜反计已现 不日就要逼宫篡政 皇上命令我等于明日早朝时 当听其拿国贼敖拜 并剿灭其当兔 好好 皇祖母 起来吧 起来吧 我的孙儿 谢皇祖母 请 几年前 我就是在这儿 劝说你皇阿玛 不要弃国出家 你还记得吗 那次我失败了 但是这一次 我不想再失败了 孙儿决心已定 不做刘阿斗 不做汉县帝 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皇上 孙儿特来禀告太皇太宗的在天之灵 表明孙儿除贼护国之意 并祈求天地上苍 其祖宗们保佑大清 好 你这样祖宗们能不高兴吗 孙儿啊 你认准的事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做 眼下胜负未决 孙儿斗胆 请老祖宗起嫁奉天 暂避几日 待孙儿大功告成之后 亲往奉天迎驾 你皇祖母我呀 这辈子 见惯了刀广剑影 哪儿也不想去 我就守在这里陪着列祖列宗 见证咱们的孙儿 见不适之功啊 老祖宗 您还是避一避的好 让孙儿放心 没什么不放心的 你听我说 我已经灭掉热河五千禁兵 黎明前即刻到京 巴哈里率兵 秦王护驾 你看如何 老祖宗早已先机在握了 好 好 我去叫他们 好 你们都进来吧 你们都进来吧 爱心觉罗 玄业 叩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玄业自继位至今 叠遭全臣敖拜欺凌 朝廷与百姓也深受其害 如今 已到胜败存亡之际 玄业决心护国安民 振兴大清 除奸灭贼 护佑佑全业 护佑全业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你们的皇上 已经是稳操胜算 密调热河 五万精兵 黎明时即刻入城 你们只管大胆地去擒贼 活捉豪拜 如今哪 我这身子骨 上不得马 拉不开弓了 可是啊 我能够给你们摇旗呐喊啊 不过 我断定 你们哪 活到我这个岁数 再回头看看 这辈子 哪怕只管有那么一回 哪怕只做了那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那就没白活 小子们 为了大清 为了你们的前程 跟着你们的皇上去干吧 是 拿酒来 为爱心觉罗氏历代先王 为大清朝列祖列宗 为天下臣民百姓 捉拿敖拜 诛杀奸党 捉拿敖拜 诛杀奸党 干 今天 把大伙都召集起来 是为了紧急调整京城布防 本都奉皇上密旨 今夜封锁内外城门 增添守卫 内臣无职不得入进宫 外官无令服 不得进京城 九门之外 更不得放入一兵一家 为者 据予反派认处 平山勇 下官在 你有何心事 下官以为 京城突然变换布防 似乎太过异常 怎么 你以为我交这行事吗 下官没有怎么说 下官只是认为 既然是紧急军务 皇上定有圣旨 军门应将密旨拿出来 当堂宣读 下达给众弟兄 我等也好一齿而行 是啊 你看看圣旨 以我众弟兄出生若死几十年 如今都混上个官职 肚里塞着缝禄 屁股做着银子 熬到这个份上 就谁也信不过谁了 吴军门 下官当不起这个话 下官只是一律而行 不该问的绝对不问 该问的也不敢不问个明白 禀军门 内阁大臣颁布尔善道 有请 喳 九门提督 吴六一接旨 奉天承运 卓吴六一尽为兵部侍郎 加尚书贤 赏双眼花灵 参之正式 九门提督一旨 暂由副将平山勇处领 卓吴六一指道即行 钦辞 臣灵致谢恩 吴将军 你我便是同朝为臣了 可喜可贺 既然是指道即行 本官立刻料理下 将军务交给平将军 平山勇 末将在 中堂大人有令 京城九门 祝你严加护卫 不得有 这 请问班大人 如有人要进诸城门 当奉何人手令 当然奉皇上的旨意 或者是中堂大人的手令才行 遵命 这位将官 有劳各位了 班某告辞了 班大人慢走 恭喜军门容声兵部 恭喜恭喜恭喜 如您不在意 下官就要开始行使提督之权了 怎么 立马就要赶我走了吗 大人应当指道即行 下官则应该另行禁止 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 拿好你的圣旨 放号即止 扯 我这里也有一份皇上的密旨 朕特指五六一锁岭北京九门提督一职 无人亲笔手于盖部奉赵 亲死 将他们偷偷拿下 这些年来 你们每年都拿奥拜几万两银子 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们早已不是我铁盖的兄弟了 成了奥拜的走卒 跟着他篡权乱政 看在你我多年出生入死的份上 我将禀报皇上 说你们是剿命熬拜时战死的 给你们留点名声和脸面 让你们亲人得到些朝廷抚恤 说实话 这不像我铁盖的为人 押下去吧 到 吴大人 吴大人 走 走 走 听着 京城安危 就在咱们这几个人手里 早朝以后封锁内外城门 无论进出者指何人手令 都不准越城市一步 是 我们的侍卫呢 好 你们只对付百官 不准碰皇上 是 这儿 你们就守候在这个地方 是 那边要特别小心 记着 你们只对付魏东厅首席的侍卫 不必碰皇上 是 快 追上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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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大人 大家都不碰皇上 那皇上交给谁对付呢 皇上已经交给老拜了 他们俩都是聪明人 君子动口不动手 只要三言两语便能天翻地覆 六位兄弟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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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风可真大呀 早起风不急些 秋风扫落夜 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呢 宫里仿佛添了侍卫 好些人都不认得呀 文班布尔善决 他是内庭大臣哪 来 皇上 宋马 朕不是让你把门槛砍掉吗 皇上说的是前秦宫的门槛 把这也砍了 要是都砍了 就没有皇宫的气派了 皇上 老夫参拜过两朝天子 效忠过三代君王 想不到今日 竟要与这尊龙坐势不两立了 老夫真是万般无奈呀 仲藤大人 先前效忠于皇上 那不过是效忠义人而已 而现在则是效忠于天下 此时此刻 进一步是开天辟地 退一步则玉石同焚 大人 待会当朝问罪时 应万万不可心软啊 老夫的心 早已金如铁石 我要当着百官的面质问康熙 先皇是如何教导你的 你为何要听信禅言 将老臣逼入绝境 你为何要重用汉塵 不遵祖宗旧制 你何德何能切局地位 祸国殃民 好 问得好啊 我要骂得他体无完肤 我要逼着他当朝女子 召告天下 引救退位 好 好极了 中堂大人 手握乾坤 口闲日月 分明是一派帝王气概 我大清子民真是三生有幸啊 罢了 宫内各处可不止妥当了 各宫都已经调换了可靠的侍卫 养天殿四周也设下了伏兵 那大臣们要是不识好歹呢 奴才并将他们统统抓起来 逼他们就范 好 班大人 市定之后 老夫封你为忠义亲王嘉义等功 特命监国大臣位居百官之手 臣谢恩 班博尔山总算遇上了 圣君英主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好意 班大人 你看你 老夫并不想做皇上 老夫只想另立贤君 换代而不改朝 这儿兴大清 大人 兵主子 康熙起驾了 接下 咳 怎么回事 快去打他 咳 叩见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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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拜在那跪着接驾呢 传志 说太皇太后病了 早好推迟 捉傲拜前来问安 喳 皇上 他又是不来呢 可这次宪皇上 那他就懂得出麻将了 朕以为他一定会来 奴才就去 准备 是 能够出麻将了 傲总堂 皇上有旨 太皇太后病了 早朝退出了 祝你前往慈宁宫问安 魏大人 太皇太后何时病呢 午夜过后突然发病 生的什么病 太医说是着了恶寒 连奈起旧疾发作 越发沉重了 既然太皇太后如此病重 皇上为何拖到现在才去探室呢 太皇太后以为只是 偶然风寒 让人天明在报 皇上这才闻讯迟了 急得不行 刚才还痛斥了太医 回禀皇上 老臣马上就到 喳 大人 班大人 你认为太后真的生病了吗 我看不管是真病假病 中堂大人都应该多加防备 不管是真病假病 我都不拒 医者 我们尚未动手 康熙并无证据 二者 我如不去谈病 康熙与太后 中堂大人 禀中堂 此您宫里的内应禀报 说太后夜里突发疾病 太医都在那儿急得团团转呢 康熙身边有多少侍卫 只有四个不够 除此外 无一兵一卒 也无一刀一枪 那几个摔跤的小子 老夫见识过 那几个小子 根本不足虑 中堂大人 急不可施啊 你带着侍卫放心去慈宁宫 如果那边却无埋伏 便可在那儿将太皇太后 我与康熙一网打尽 我与内摩在此对付仲臣 我们同时下手彼此接应 外援也即将入宫 我以命平山勇打开宫门 这样以秦王平叛之名占领内庭 如此一来 大事可定 好 记住 我不动手 你们也不要动手 我一旦动手了 你们立刻摊押百官 领着我们的文武大臣兵建慈宁宫 丁太后下诏 康熙退位 是 时辰到了 怎么还不入朝啊 是 四大开国以来 早朝时辰从没变过 今儿可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对啊 咱们应该上朝去见皇上 是吧 走走走 列位且骂 皇上有旨 太皇太后病了 早朝推迟 请各位大臣在此安心等候 来啊 给大人们上茶 说个土 既然是太后病了 做臣子的 更应该前去探望 列位啊 咱们还是去慈宁宫吧 走走走走 你敢抗制吗 各位臣公 太皇太后只是偶感威样 绝无大碍 皇上的龙体也是吉祥阵啊 烧秦就会招我等上朝 好 现在呢 请列位在此安心品茶 不要给皇上和太皇太后骗乱 是啊 快过来 你那个内应可靠吗 绝对可靠 他是皇上身边的不酷 慈宁宫那怎么样了 一切均按照大致的命令安排脱当了 好 敖拜此去 必然落入康熙的陷阱 奴才也觉得敖中堂有去无回呀 当他们交手的时候 你率兵包围慈寅宫 以秦王侃贼为名冲进宫序 记住 一旦入宫万万不可手软 必须将康熙太皇太后当场斩杀 这两个人呢 他们都是宁死不会退位的 熬败之语就是心存幻想 不须的 当我把康熙与太皇太后杀死之后 我就将弑君之罪 嫁祸于敖拜 把他在群臣面前千刀万挂 到了那个时候 朝中既无皇上也无太皇太后 而我呢 则尚有皇叔之尊 下有俯臣之名 终有除奸护国之功 到了那个时候 我便能够理所当然的军灵天下 而你则创下了开天辟地的千古书勋 万孙爷 奴才生逢英主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办差去吧 赵 中堂大人 太皇太后卧病在床 侍卫们不可入内 你们就在这里等候 护客 DA 掌 这 员 呃 请 呆 昨日皇上驾姓寒舍 老臣特来贤 跪下 老臣跪了大半辈子了 今儿个 请皇上赐老臣 免跪 你不问问太皇太后的病吗 太后无病 皇上倒是有一块心病 这病就是老臣 敖拜 你欺君网上结党乱政 圈地害民罪无可恕 朕屡次警告你 你却不思悔改 今日朕要将你夺职罢官 叫刑部深处 来啊 将乱贼敖拜给我拿下了 是 请问你们几个小猫崽子 还想打我 拿下 蜘蛛 走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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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号砲 两号砲 关闭门包围养心殿 慈禀宫 快 走 不对 禁卫怎么提前动手了 是不是我们的万元到了 不管有什么变化 只要拿住了皇上就稳操胜券 快 带上我们的人去死命宫 是 出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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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夕 你退位吧 老夫曾受爱心觉罗氏耗恩 绝不会杀你 我保你终生平安富贵 你贼妄想 朕也肯御师同岁 我会让你得逞 停 皇上 皇上啊 傲拜图谋不轨 臣等前来救驾 皇上开门哪 皇上 扳不耳善 扳不耳善 你这个狗贼 老夫上了你的当了 你 你不得好死 带你去 撞 皇上 开门啊 叛兵阁进宫啦 臣等誓死护卫皇上 皇上 开门啊 叛兵阁进宫啦 臣等誓死护卫皇上 皇上 开门啊 皇上 我是班博山 开门啊 爹 爹 爹 站住 没有皇上的旨意 谁也不准开门 爹 爹 杀 爹 欢迎 带人 给我组织住 是 给我杀 皇上 九门提督五令一 前来顾应 他们 在外国门正和内玛他们恶战啊 好啊 他们把叛逆快杀光了 站住 五六一和班布尔善 究竟谁在窜逆谁在护驾 你拿得准吗 这 臣五六一已经奸贼全部剿灭 快禀报皇上打开宫门 打开宫门 臣五六一叩请皇上圣安 开门 驾 把两边门锁打开 驾 臣十二 企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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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几个叛逆带上来 走 跪下 厄比龙在吗 臣在 厄比龙 你不是想在朕和敖拜之间保持中立吗 这次 朕仍然让你保持中立 朕令你依律神李敖拜案 勿要公正持终 遵旨 听静啊 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见你言喻一声啊 启禀皇上 皇上英明果断除掉祸根 正是满朝文武期盼已久的事 也是咱大清的红福 臣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康熙 快快杀了我 老夫宁死不厌受辱 康熙八年三月初期深夜 你与班布尔善等六人密谋篡逆 当时你们每人掌中写一册 内务之巴掌上写的都是废字 唯独你的掌心写了个隐字 就从这一点 朕不杀你 押下去 扎 康熙 你杀了我 快杀了我 快杀了我 此次 脚除乱臣贼子 魏东廷 臣在 五六一 臣在 将驴子 臣在 李朝阳 臣在 张老三 臣在 马武 臣在 你等护驾有功 舍生忘死 穆子熙更是恶战不屈 直到身亡 着力部从政一讲 谢皇上 郝老四出列 奴才在 长了 禀皇上 哈罗四是臣的少年兄弟 此次灭贼 他也是赴汤蹈火 臣愿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 东廷啊 朕知道他是你的兄弟 但他早已投靠了班布尔善 来呀 奴才靠请圣安 平身 谢皇上 说吧 你告诉他们 折 赢 奴才实为武品 御前示威 两年前 奉皇上密令 潜入魏东廷府上做看门人 并暗中监视魏府一切行动 魏大人忠心护国 白痞无暇 而郝老四自从入宫之后 便被班布尔善 重金收买 成为奸贼的内应 押下去 等了 皇上 冤枉啊 皇上 奴才冤枉 皇上 奴才冤枉啊 奴才 有眼无珠 竟然认贼为友 罪不可赦 请皇上 知奴才 独职失察之罪 东廷啊 你不要怪朕不相信你 那时候 朕自己的性命 尚且不保 岂敢相信任何人 但是今天 朕确信你示位忠臣 你不要怪朕啊 奴才岂敢 奴才 谢皇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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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持主万福 平僧行吃 持主万物如此 平僧并非国祖 大师 朕 万万想不到 还能见到你 见与不见 在心 不在缘 持主龙亭饱满 气宇宣昂 贫僧十分欣慰 不知施主可想看看贫僧种的稻子 朕特为此而来 这边请 是大师自己在种地吗 所谓种地 其实是平僧自己种自己 平僧便是一棵草 一棵苗啊 大师 北方也能种水稻吗 平僧是种了五年都失败了 今年是第六年 平僧改良了种子 看来渴望成功 请施主秋天再来 那个时候 平僧便能请施主喝一碗稻米粥了 大师 这么多年了 您含辛如苦 造福未来 朕既感愤又惭愧 施主诧异 平僧散伴群山 日守星月 心如止水何苦之有 平僧只盼着 世上人天天都过太平日子 家家残桌上都有喝不完的粥 平僧能做一点 试一点 带到元祭时 从容入土 化入大千世界 大师对朕可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施主贵为天子 所谓天子在平僧看来 乃天道之子 当是祸福如草芥 略水火如平地 亲近万物奉行天意啊 是 而天意不在高处 而在低处 天意就藏在民心之中 谢大师教诲 朕铭刻在心 苏玛 为何直到现在 你才领朕来这呢 皇上 请吃身患重疾 命不久远了 命不久远了 驾 驾 我 来 来 来 武先生 苏玛 你这是 武先生 请随我来 我来 龙儿 这是皇上 在下无自由叩见皇上 小有龙儿给五先生行礼了 数生有眼无珠 不使真龙天子 亵渎天威 为皇上恕罪 快起来 朕前一阵子忙得紧 一直没去拜师受教 让五先生抱怨了吧 跟你说实话 朕一直盼着这一天 把你堂堂正正的请进宫来 与朕聊个痛快 苏玛 快去给先生上茶 是 五先生 五先生 苏玛是朕的内宫侍女 怎么样 光彩照人吧 皇宫中的一切都是光彩照人 来 这边请 吴先生 明珠早已看出朕是皇上 而你却始终不知朕之真容 你呀 能将天下大事看得清清楚楚 为何就看不清身旁的学生呢 书生木讷 你不是木讷 而是不善此道 不善于察言观色 朕 最喜爱你这一点 皇上 少年英主 果敢聪慧 一举歼灭 敖拜乱党 谭指尖鼎定定天下 独掌朝政 在下钦佩万分 剿命敖拜 也有你份功劳啊 朕从跟你谈古论今之中 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啊 朕想啊 还好 你不知道朕的身份 来 坐 呃 如果知道了朕是皇上 会不会变得谨小慎微 笑也不敢开怀地笑 骂也不敢放胆地骂 三思而后语 半君如半虎呢 皇上说得对 在下情愿 永远不知道龙儿的真相 吴次勇 朕决定厚厚地赏你 朕决定让你进宫 出任丽布侍郎官军三品 并赐你为太子少保 尚书房帝师 今后 咱们便可以朝夕相处了 谢皇上 皇上龙恩好大 但我此有一节书生 实在当不起 你不愿意进宫吗 皇上 那齐 帮他 在下 为怀 你我虽然身居斗士 却盘膝对坐 以茶当酒 忘却世间宠容不见观察恩怨 只有彼此真性情 那时的龙儿 真是一派天真 可敬可爱啊 朕也怀念那些日子呀 可如今 您忽然成为皇上了 既然是皇上 就不再是龙儿了 无论皇上 多么礼贤下事 我仍然觉得天威当头 仿佛莽死在身 快食在猴 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 快意人生了 龙儿 一旦知道您是皇上 你我的师生缘分已尽 我本是不宜山人 不愿进皇宫高堂 还请皇上放我重归江湖 我愿在民间开学讲道 为皇上教化人心 皇上 让他走 别理我他 有什么理不起 苏玛 吴四游 在 你的话没错 是朕看错你了 皇上 在下不敢冒犯 你已经当面抗旨了 还有什么不敢冒犯他 还有什么不敢冒犯他 再说 朕虽然比你岁数小 却不是玻璃人 碰碰就碎了 朕虽然生气 但还是佩服你这副书生性情 将来你倒霉了 还是可以来找朕的 谢皇上体察之恩 在下即使远在天边 心里仍然想着龙儿 这话听起来就顺耳多了 吴四游 你有什么要求 只管说出来 朕都会答应你的 皇上 无论你是药人 还是药物 你都可以说出来 有话现在就说 晚了 朕可能会后悔 谢皇上龙恩 在下一无所求 吴先生 你且去吧 朕还有事 别忘了 给龙儿写书信 皇上多多保重 先生保重 先生保重 朕准你送到宫门 是 是 吴先生 宋马 我 你为什么不想皇上要我 你说呀 为什么不要我 宋马 龙儿说我看不出她的天子真容 她说错了 我虽然没看出她是皇上 但我早就看出 她 她喜欢你 你胡说 太皇太后早就下过颜旨 只准我把皇上当主子 当弟弟 不准我有任何非分之想 宫里的女人多了 皇上要谁又谁 我 我算什么 可她确实舍不得你 宋马 人家 如果她只是龙儿 我敢和她争夺你 可 可她是皇上啊 我就不敢争了 皇上也是人 也会恩仇必报 即使她现在放过我们 将来还是不得安宁 朕先生 朕先生 宋马 天地无数有情事 世间 满眼无奈人 我无自由如愿来圣 你我再寻相会吧 宋玛姐姐 宫里的绫罗绸缎 你终生享用不尽 为何夜夜如此 朕有时候 真想成为你手中的磁线 也被你制成千丝万缕 月明星夕 风高雾躁 各尽首 这是为师最后一次称你龙儿 也是最后一次同你笑谈天下 从此以后你我静欢而散 天各一方 龙儿小友 你今年只有十六岁 天资聪慧 龙体强健 皇权赌掌 重臣一心 为师斗胆展望大清未来 认为康熙皇帝 也望成为中华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 皇上得天识而行人证 有时间与雄心 为天下人创造一代康熙盛世 如今大清有三大隐患 一 三番割据 二 何宫不治 三 曹运阻塞 这三大隐患 由以三番割据为首患 皇上若能在二十年内 根除这三大隐患 则天下大定 四海称雄 宋马 拿笔墨 明珠 搬凳子 是 这 这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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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番 何宫 曹运 宋马 嗯 嗯 哎 哎 那这五四只不准抹 朕要天天看着他 夜夜想着他 二十年后 看朕能不能做成这三件大事 是 嬴珠 朕要是留下五四有八 他不开心 现在他走了 朕不开心 此人 虽是一介书生 但目光远大 熊势古今 可算是一个不依天子啊 你要多动动脑子 皇上 诺才名为 诺才这就去办 要办 要抓紧办 这 皇上 你要杀武刺友 谁要杀武刺友 云忠 回来 皇上 你为何要杀武刺友 皇上 这不是奴才的心思 是皇上旨意 朕什么时候要杀他 皇上 您刚才说武刺友为不一天子 皇上 自古以来天无二日 事无二主 您刚才让我快办 让我抓紧办 明珠 你聪明过头了 朕的意思是让你这个汉林学士 多学些那位落榜的年兄 多动动脑子 替朕多出些主意 办好这几项国策 奴才糊涂 罪该万死 退下 这 回来 皇上 奴才没走呢 以后啊 你少说罪该万死之类的鬼话 人只有一条命 死一次就够了 哪能死一万次 这 下去吧 皇上 那 奴才走了 武刺友多了些刺儿 明珠 明珠多了些油画 明珠多了些油画 他们两个人啊 要是能融合一下就好了 你只管看吧 这信上没有一个字提到你 是啊 是啊 他心里只有皇上 朕心里却有你 武刺友有句话说得对 他不会再回来了 而朕必定成为一代圣君 创造康熙圣事 是 苏玛 你还等他干什么呢 丫头啊 你给我梳头 又让我想起童娘娘来了 从前呢 她也给我梳头 可惜啊 当上太后没几天呢 她就先逝了 真是短命啊 童太后贤惠仁慈 丫头啊 时常想念她 哎呦 你心眼真好啊 可是你不觉得 你梳头啊 比她似样 有耐心 老祖宗夸奖了 哎呦 又多了那么多的白发 老了 你说啊 有人说呀 咱们女人头发长 见识短 你说怎么能这么说呢 让我说呀 咱们女人哪 不仅头发长 那见识也长 哎呀 这么多年哪 你也历练出来了 你说在宫中 你也看得出 不管是那鸡脚嘎篮 还是在门后的 那都藏了多少心眼啊 就连那苍蝇蚊子 都会咬口舌 丫头不管人家说什么 只要有老祖宗在 丫头什么都不怕 你这么信我 哎呦 在这个宫中啊 做人不容易啊 做女人就更不容易了 你就说 熬到了太后 太皇太后又怎么样 一样有苦恼 你说呢 就说那些鱼目脑袋吧 说多了 他又听不懂 不说吧 我这心里头又割不下 千难万苦 我就得啊硬撑着 要是老祖宗都硬着头皮撑着 那我们做丫头的 还不把头锁到肚子里去了 丫头啊 你果然是历练出来了 你看人看得透彻 看来呀我还真得赏你点什么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苏玛呀 在 你一直都叫我婆婆 可是现在呢 我改主意了 从今往后 你叫我太婆婆 太婆婆 嗯 来丫头 这些年呢 你事后皇上 有情有义 无微不至 我呀 左看右看 相信我没看错 你呀 是皇上身边最可靠的人 我呢 已经下了一旨 把你呀 许配给皇上 册封为德妃 从今哪 你就是我的孙媳妇了 也就是宫中的主子了 怎么 丫头 你不谢恩吗 谢老祖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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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皇上 大喜呀 东婷 什么喜事啊 太皇太后 刚刚下谈一旨 把苏玛取配给皇上了 册封为德妃 真的 千真万切 哎呀 这老祖宗 怎么一点不认为 偷给朕呢 但老祖宗 最知道皇上的心思 哎 我说这半天 怎么没人给朕上茶呢 原来苏玛夺起来了 可不是吗 这么大福气啊 做奴婢的 一时半会儿的 哪能销售得了啊 还不找个地方猫着 不好意思见皇上 是吗 朕倒想早点见到他 哎 主子 我才知道他猫在哪儿 去看看 哎 人在里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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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玛 把门打开 朕瞧你来了 宋玛 宋玛 皇上 嗯 宋玛 这是老祖宗的义旨 连我这当孙儿的 也得遵循啊 不过 朕 是真心的喜欢你 朕愿意跟你白头偕老 皇上 宋玛 宋玛只配做奴婢 不愿当妃子 嗯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五四友吗 你想得他一辈子 宋玛是习惯过五孙儿 可是他走了 奴婢的心也死了 宋玛这辈子不嫁任何人 更不想当什么贵妃娘娘 宋玛只想平平安安的做宫女 老老实实的伺候皇上 别的 一概不想 老祖宗 孙娜娜姑册封得归的事 是不是缓几日 哦 为什么呀 他病了 此时行病假之礼 孙儿觉得不太吉祥 是心病吧 莫非他心里头 还惦记着那个书生 那倒也不是 他做奴婢做惯了 一下子成了娘娘 做了主子 只怕她受不了这个福气 孙儿啊 我看你呀 真是不了解女人哪 她那是矫情 当然了又欢喜又害怕 其实她心里头啊 巴不得呢 是 孙儿啊 一个女孩子家 必须对皇上又爱又怕 那才会把皇上当成自己的命根子 册封的日子不必改变 你放心吧 到时候啊 我担保她打扮的金枝玉叶似的 高高兴兴的出来受告命接金册 老祖宗真是圣名 几句话就把孙儿点画开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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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婷 冬婷 你来干什么 奴才 来给娘娘请安呢 你要是再叫我娘娘 我就一头碰死在你面前 苏玛 你别动怒啊 我不敢了 是不是皇上 派你来牵我 是 冬婷 在这皇宫里 我有一个弟弟 那是皇上 我还有一个哥哥 那就是你 你们俩人 是我在宫里最亲的亲人 我只是个奴才 怎么敢跟皇上 相提并论呢 冬婷 我进宫的时候 老祖宗就给了我严密 说皇上 是我主子 又是弟弟 这些年来 我对这主子 一直当成弟弟 不敢越雷池一步 冬婷 你懂我的心思吗 懂了 我原以为是武先生的 我和武先生 已经没有恩怨了 你不要再提了 我不愿意当妃子 那是因为我 瞧够了嫔妃的心酸 这些当娘娘的 表面上又尊贵又风光 可是内地里面 你算计我 我算计你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在梦里都在争处 你看恶娘娘和同皇后 整了一辈子 到头来 都没活过三十岁 他们真够惨的 我实在是怕过这种日子 我只想做公民 再说 皇上 是天下人的皇上 不是自驾的男人 你什么时候 我现在就会 我一分手 习近平 你为了 我习近平 从小一块儿长大 苏玛 你别说了 连你都害怕 干嘛还把我往火坑里推 苏玛 册封你当妃子 是老祖宗的恩典 几十年来 凡是违抗老祖宗的人 没一个活命的 你可要三思啊 我懂你的意思 老祖宗 给丫头一个天大的恩典 可丫头却不失抬举 老祖宗为了维护宫里的规矩 不得不把这个丫头绊掉 议成后人 苏玛 我进宫的第一天 就禀报过老祖宗 我苏玛族里的人都死绝了 我苏玛就是全族 那天 吴良福要用石灰把我烧死 是老祖宗救了我 如今 老祖宗要杀就让他杀吧 苏玛拉公硬肯死 也不认命 皇上 奴才已经敲过两次门了 苏玛就是不开门 再去 皇上去 就是绑 也要把他绑来 这 皇上 老祖宗来了 皇祖母 孙儿啊 谁就快到了 你怎么亲自来了 一会儿苏玛 就会给老祖宗磕头去的 我知道 我这不是高兴吗 我来凑个热闹吧 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啊 都想起什么来了 皇祖母想起当年自个儿出家的事了 嗯 孙儿啊 你是够聪明的 但是你也没猜对 我告诉你啊 我想起啊 我这辈子啊 曾经给两代皇上办过十二次的册封礼 要算上这次呢 那应该是十三次了吧 每一次啊 都有新鲜事 你知道吗 在我这个年纪啊 办一次少一次了 老祖宗龙体康健 改名还有曾孙伺候您呢 哎呦 你看这东西制办的不错嘛 还有这么多的新鲜的东西 哎呦 比我出嫁那时候啊 真是强多了 啊 丫头呢 嗯 苏麻还在梳妆打扮呢 东婷啊 在 传话叫苏麻达姑快一点 就说老祖宗御驾心灵了 喳 我看哪 你也别瞒我了 我什么没见过呀 你呀 给丫头点面子 亲自去请她 喳 苏麻 苏麻 老祖祖亲自到了 你快出来呀 快点 苏麻 还没出来呀 苏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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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令你即刻出来 怎么着 你想抗旨吗 苏麻 怎么着 你想抗旨吗 苏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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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你听得见是我的声音吗 好啊 八年了 你们个个儿 都想消化为僧 你也要顿入空门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鬼迷心窍 为什么你们都要欺振而去 为什么 老祖宗 从丫头进宫那天起 你就立过颜值 只准丫头把皇上当主子 当弟弟 不准有任何非分之相 多少年来 丫头牢记在心里 不错 这个意志是我定的 正因为 你遵守了这个意志 所以 我要改变这个意志 我要你死心塌地的爱皇上 爱他一辈子 老祖宗能患旨意 可丫头患不了心肠 丫头再见也是个人 不能说爱就爱 说不爱就不爱 丫头只记住一条 永远把皇上当主子 永远不存非分之相 我给你恩典 你不要 莫非 你要舍生去义不成 你真不是抬举啊你 我岂能因为你 我破坏了宫中的规矩 皇上 皇上 他是你的人 你看怎么办 犯上抗旨 按律当斩 这话说得明白 来人 在 皇上 太皇太后 皇上 皇祖母 虽 虽然不是那个意思啊 还有 有 你 太皇了 taper 我 好啊 老祖宗 丫头啊 我是白疼你一场了 我的心都碎了 你好端端的头 你脚掉干什么 干什么 我这把年纪 我瞧见人家落发 我就伤心 这样吧 砍在咱们多年的情分上 你就大发休息 老祖宗 老祖宗 好 你 皇上驾到 众臣早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列位成功 有道是奇闻共欣赏 朕这里有道折子 想念给列位成功一块听听 省得有人闻风事雨 胡乱猜疑 明珠 臣在 你嗓子脆 就念给大伙听听吧 喳 臣 潮州之府 诸国志 据时参奏平溪王 吴三贵 该王奉旨镇守云南十余载 不思搅除匪患 暗中仰寇自重 资助银钱 广木兵马 盘剥生民 欺瞒朝廷 并与平南王尚可喜 真南王耿京忠 遥相呼应 已有列土封疆之事 三番 不臣之心 昭然若揭 臣瞻望日后 忧心如焚 为大清国泰民安记 臣恭请圣上 极下言旨 查处吴三贵 并尽速裁撤三番 平溪王吴三贵 自顺至初年 顺清之后 与钱明余涅血战中原 立刻五十八成 并活捉了永利王朱油郎 其封宫伟绩 可算是不下于满清八旗 先帝爷未讲其中 封他为异姓王宫 沙马盟士永不相赴 后来朕熟读国史之后 好生钦佩 吴英雄 臣在 你父王的功绩 朕说得大致不错吧 皇上所言 句句点识成金 可是今儿 有一个五品之府 参合起咱们朝廷的 封江大吏 大清的恩人 吴三贵 这个诸国志 朕倒是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 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如果他参不到吴三贵 自个儿就得担着 诬陷的罪名 倒不说吴三贵 就是朕 也不会置若罔闻 更何况 吴三贵自己没有话说 所额图 臣在 你再念念这道折子 折 臣 亲命平息大将军吴三贵 拒时参奏 朝周之府 朱国志 查 朱国志在任期间 屡屡抗命图职 自年初以来 竟然以捡税为名 纵容满匪为患 致使两处关爱被毁 此外 该原 无视朝廷严命 败坏国法民风 倒行逆施 虐待蜀源 草菅人命 臣屡届各地官署 及地方绅士控撞 经查实无误 一律将其诉补 臣特此上奏 将乱贼诸国志 就地神处 公开议展 以上称皇位 中正国法 下安民心 不必窃窃私语 说出来让朕和众臣都听听 皇上 臣以为这两份奏折彼此弹劾 可谓是针尖对卖王 诸国志 虽然人微言轻 但是所设事大 平夕王虽然战功卓助 但不免白臂危险 皇上 臣建议将诸国志 压解京城 审明事实真相 再暗律惩处 启奏皇上 平夕王公告盖世 独阵一方 如果只因诸国志 遍言妄语 就怀疑他 有裂土封疆之心的话 那会引起 满朝的震动 使福建 广东等藩镇 也不免其 人人自危 臣建议将职给吴三贵 令他将诸国志 就地审明查实 一律成处 列位臣公 还有其他意见吗 皇上 所额图所言即是 臣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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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如果此案交吴三贵审理 诸国志必死 即使 诸国志有无罪当死 也应逮捕入京 交刑部审处才是 如此 也可免平夕王 携仇报复之嫌 说得是 好吧 这件事 就让刑部去办吧 吴应雄 臣在 朕听说 平夕王的旧病有犯了 要紧吗 谢皇上关爱 太医院已遵旨赐药 臣复之病 暂不要紧 吴应雄 你在京中 世价已经八年了 何不返云南省亲 圆了父子之情 臣无时无刻不挂念父亲 可臣在朝中侍奉皇上 不敢以私废宫 朕知道 其实你有你的难言之意 你父王平夕王 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他把你留在朝中世价 其实想把你作为人质 义士忠诚 但是朕 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人质 而且让你贵为一品 参之正事 太皇太后还特赐遗旨 带你入皇亲国戚 是 臣与臣妇聚身为感恩 朕想让你们父子尽快团圆 共续亲情 怎么 皇上恩准臣 反于难省亲 用不着你跑那么远 朕准备召平夕王 平南王 镇南王 尽速入京 共商鞭患 吴应雄啊 不光是你想他们 朕也想他们三个 朕自从即位之后 还没见过他们呢 别着急 你们父子 马上就可以团聚了 谢皇上厚恩 皇上 臣以为 此次诸国志弹劾吴三桂 朝廷正可用作撤番的契机 是啊 朕也想抓着这事做文长 但是你看见了 今日朕稍作试探 那些大臣都表现得非常持重 怕得罪吴三桂 生怕激化出乱子了 可是一旦诸国志获罪的话 那吴三桂就更碰不得了 是啊 是碰不得的 但是吴三桂跟诸国志相比 毕竟是九牛一毛 朕到不得已的时候 也只能牺牲诸国志安抚吴三桂啊 公子 闭门谢客 交代下人们从今日起 凡踏出此门都要低着脑袋走路 夹着尾巴做人 这 快关门 快把门关上 公子 出什么事了 皇上当朝抛出了诸国志 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看来皇上是暗存财彻三桂之心哪 我这个人质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而详查朝廷用心 圣上表面一处诸国志 内心却提防着父王 当今之际 父王万万不可施展诸国志 以免引起朝廷非议 促使圣上生意 而建议将此人 进入京城 交刑不论处 以示光明磊落 此外 圣上已下旨 照三藩进京 共商国事 而以为 平南王尚可喜 镇南王耿京中 竟可奉旨进京 而父王却因称并驮延 不来离家 因为三王之中 父王兵马过半 所谓三藩守在父王 只要父王不到京 上耿二王 必能安然无恙 而在京城 也安然无恙 奉平西王令 把罪犯诸国志押送秦常 走 本官是亲民五品之府 不是罪犯 朱志 这是平西王府 不是北京城 王爷说你是罪犯 你就是罪犯 他武三贵四斩朝廷命官 我就是下地狱 也要参唐 要走 走 去家 请坐 恭喜了 刑部发来借文 要提你到京城会审哪 呼 平西王是不敢让下官复京的 下官一旦进京 朝廷必有攻断 本王也在犹豫 是送你进京呢 还是将你的人头送进京呢 在下历主送阁下的人头进京 廷记上说 本王如在云南将你定罪问斩 犹如本王清明 你毕竟是朝廷命官嘛 下官谈和平熙王拥兵自重 图谋不轨 平熙王立刻四战下官 这岂不是作贼心虚 杀人灭口吗 杀人并不能灭口 何况你污蔑本王的作折 已经在朝廷里引起了风波 本王知道 一旦杀了你 眼官们定然会非议四起 平熙王聪明 杀你虽然不能灭口 但可以示威 平熙王镇守云贵 素有林姬专断之权 杀吴平以下文武官员 无需请止 老夫今天请你来 是想用你的人头做一个赌注 赌注 请 你的死活不在朝廷之意 在你自己的运气 这儿有两根鱼盖 老夫愿与你钓鱼相赌 赌注 就是你的人头 什么意思 如果你先钓上鱼来 那鱼替你死 你可以直赴京城 如果老夫先钓上鱼来 那你就替鱼去死 老夫要把那条鱼放回湖中 是可杀 不可辱 老夫平生杀人无数 却从不侮辱人 你的生死只看自己的运气 那下官要先钓上鱼来 你真的放下官走 瞧啊 只要有一些生计 阁下还是求生心切 要杀便杀 平夕王 何必信任下官 请 平夕王 你究竟想干什么 钓鱼你如果害怕 那就躺到断头台上吧 下官 如果真的先钓上来 那你就下山 刑部的官差 正在山门外等着呢 你真的要躲 难道你的命比一条鱼还要珍贵吗 哥下如果老是这么紧张 那鱼它会上钩吗 诸国志 你是前朝崇祯皇上的旧臣 是 崇祯皇上朱有钱姓朱 你也姓朱 请问你是明朝皇族后裔吧 下官并非龙凤血脉 前明皇上代理如何 我诸家是在受明朝后恩 而你如今为何不改姓爱新觉罗呢 我仍然姓朱 我仍然姓朱 但是我却要做大清朝的忠臣 大清兴 大明王 此乃天道 您可记得前明永利王 朱幽郎 当然记得 崇祯皇上死后 他在南宁称皇帝 试图光复大明 兵拜以后逃至境外 老夫攻入缅甸 升勤了这个伟皇帝朱有郎 拘禁在此湖畔 我记得有一天 老夫接到朝廷掩旨 要将他借赴京城 钦差已经到达山门了 老夫正与朱油郎 在此垂钓 老夫告诉他 皇上啊 这是你最后一次钓鱼了 朱油郎问 吴将军 你以后还会再次钓鱼吗 老夫说 会 朱油郎站起身说 这湖中的每条鱼 都是朕的冤魂啊 说吧 朱油郎投胡自尽 老夫一边钓鱼 一边看着他在湖中挣扎 直至溺水而亡 并没有救他上岸 十几年来 老夫从来不吃这湖中的鱼 前朝皇上的冤魂 在咬你的鱼钩了 平行王 下官可先钓上鱼来了 恭喜啊 你刚才说过 来啊 送朱国至下山 王爷 送他下山 得 走吧 王爷 刑故差役何时离京的 是吗 本月初时 距今有二十多天了 这二十多天里 京城还不知道 发生了多少新的事非呢 是啊 听着 待诸国至到了京城 又待二十多天 这期间 又会发生多少新事非 王爷 在下是否告知世子吴应雄 诸国至已经放生 请他密切注意朝廷对他的态度 素质密旨 从今日起 授予世子吴应雄 民机砖断之权 有关云南方面的所有事情 他在京城可代表我全权处置 这 告诉英雄 真正主掌乾坤的 并不是康熙皇上 而是太皇太后 因此 他在京城的一切运作 都应当围绕太皇太后进行 只要太皇太后不同意撤番 那皇上就不敢轻易裁撤 正是康熙少不更事 只有太皇太后 康申明王也是难添一注 给北京各大臣的年境 预备妥当了吗 妥当了 共有银票四百万两 再加一倍吧 八百万两银票 随密信一道递送无应雄 现在到了该花银子的时候了 这在下立即办理 传命文武官员银安殿听令 快去 这 平夕大将军驾到 五都统 大骊州蛮夷造反 你搅得如何了 禀大将军 末将已把四面包围 保证在五日之内全部剿灭 平德撤回全部兵勇 放他们一条生路 那末将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不但要放条生路 而且撤军时 还要留一些稻米给他们做口粮 喳 六藩司 下官在 前些日子疯传的三郎相会 情况究竟如何 禀王爷 据下官调查 三郎相会的首领 是一个自称杨启隆的堂主 此人在中原西南各省已建成势力 拥有分会上百信徒几十万 据称他是前名崇祯皇上的朱三太子 意图反清复明 不管他是真是假 你的人都得仔细盯住 既不要与他联手 也不要搭操惊蛇 让他再长大点吧 这 今后啊 大凡有匪患有乱贼 我们只搅七一留七二 要是全部搅干净了 还要我这个平溪王干什么呢 各位兄弟吃什么呢 所以说 匪患是我们的稻米钱粮 而乱贼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尤其是现在 最近朝廷中有人 污蔑我平溪王等三个藩王 为大清隐患 将把我们通通裁撤 各位兄弟 那种兔死狗烹鸟进攻藏的悲剧 绝不能在我们身上充演 大家不要急 咱们给朝廷一个深思熟虑的机会嘛 听着 不认识 从今天起 本王将称病不出 列位兄弟 你们要抓紧时机立兵末马 扩充三军 我们愿是强大 就愿安全 罗密 是吧 不认识 不认识 那你也就愿意 有了 可在这儿 你也不认识 不要 牛肥参严 也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这儿 你不认识 并邀请车船同行携至京城 小弟借大人一杯酒 真诚详谢 那里那里 大家出门在外 应当彼此相助 我瞧你也是个读书人 正好接班同行 一路上聊些师叔取父 也解了我不少寂寞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祝你此次恩科 尽榜提名 谢大人 在下若出头之日 必登门报恩 你虽然骆驼 但从你的谈吐中 一听就听出来 你所学深厚 才其纵横 其前程远在我朱某之上 何愁不能出人头地呢 在下从朱大人口中 也听出来了 大人并非寻常人物 一定是朝廷命官 不错不错 朱某是为朝廷命官 此次进京 只怕既无官 也无命喽 大人 时辰不早了 是否入城啊 好 从现在开始 列为公事公办吧 小二 接着 大人 这是为何 这几位侍从实际上是行不不办 我诸国志也是戴罪之身 死刑复刑就是来临死的 由于周某围观青年略有活名 他们几位始终以礼相待 但是进了京城 就得兴亡法喽 大人 得罪了 请 几位公差少后 容在下同大人告别 外面候着去吗 是 敢问大人为何获罪啊 此次凶险 你不知道也罢 不必叫进来 大人 在下落难时 大人慷慨相救 如今大人落难 竟不允许在下问一问吗 其实我们同车聊天的时候 你已经多次评判过此人的功过是非了 你是说平夕王吴三桂 正是 三个月前 朱某貌似上奏朝廷 建议裁车三番 此奏刚到京就引起轩然大波 朱某因此得罪了平夕王吴三桂 被他诬陷谋反 被捕后斩 吴三桂原本要在云南杀我 朝廷为免除他邪仇报复之心 特将之交刑部一斩 我这才被押戒赴京 大人此行也许有惊无险呢 这话怎么说呀 三番已成伟大不调之事 朝廷早有扯犯诚意 大人不过说出了皇上想做的事罢了 果真如此 我朱某就是死了 也值 我最近听说三番将奉旨赴京共商国事 在下大胆揣测圣意 皇上此举可能是为了把他们招致京城一股脑的夺绝消权 有道理 有道理 当今圣上虽然年轻 但是从灭熬拜一时可以看出来 皇上做事 这些王王王是出奇之圣 独步古今哪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三番之中 势力最大 也最为老毛深算的 当属吴三桂了 如果他脱过不肯入京 皇上为了避免动乱 也不会对其他二王动手 甚至 甚至会用你的人头 安抚三藩 又是哪位王公进城了 大人 小的听说 平溪王吴三贵 平台王尚可喜 镇南王耿京中 已经奉旨进京了 不是冤家不惧头啊 裴公 你我今天是遇上好日子了 大人 他俩谁是无财 两个都不是 老的是平南王尚可喜 瘦的是镇南王耿京中 这又吴三贵嘛 皇上请不动他了 皇上回来了 苏玛 你说得对 这没有门槛就像没有门牙 一点不威风 立刻拙人打造一堵门槛 重新安上 皇上 您改主意了 耿京中尚可喜就要进宫了 你们记住 要给朕摆足了气派 哎 吴三贵怎么没来呀 成病 皇上为这事啊 正烦着呢 皇上留旨 传镇南王耿京中 平南王尚可喜 入宫觐见 并传 平熙王之子 吴应雄 代父入宫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你们都坐吧 三位藩王 你们对大清都有不适之功 先帝爷和太皇太后 都曾经表示过 没有你们几位 大清一统江山 恐怕要推迟二十多年 皇上厚恩 老臣莫持不忘 臣愿为大清 释手边关 好了好了 其实你们也有所耳闻吧 朝廷有些人议论 说朕相撤翻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你们所镇守的云南 广东 福建 这三个省是民心不稳 匪患横行的地方 有你们镇守 朕心里才安稳 朕和太皇太后 才能够睡得稳 吃得香 现在 我向你们郑重表态 朕绝不撤翻 西南边陲 就交给你们了 谢皇上 周朕 卉大人 我先 你不信 好 好 禀皇上 俄罗斯使臣戈尔尼拜见皇上 现正在宫外候旨 没瞧见朕正忙着呢 戈尔尼说他即将归国 临行前求皇上赏恩一见 这些洋人 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 臣 不不不 你们在西南哪 还真见不着这种西洋景 叫 大清皇帝陛下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在俄罗斯周围 许多国军都已衰臣命归身了沙皇陛下 希望大清国君主主动向沙皇陛下 修好称臣 开放边境 并将黑龙江六语之 所有人和着七个儿等土地 归还我们俄罗斯 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彼得 他是个皇上 朕也是个皇上 大清国不想占沙俄 一草一木 但是沙俄也休想占我大清的半寸土地 黑龙江上下 凡是河西杀时我们都不放弃 如果你们当干侵吞的话 那么我们大清国有百万雄兵严阵以待 陛下 据我们所知 大清国只是标面上强大 实际上有许多的敌人 受险汉人不负蛮人的通知 你们西南书敌 已经有三位将军 已经居兵叛乱了 不巧得很 在你面前的这三个藩王 就是你所谓说的举兵叛乱的人 朕与他们情同手足 不信 你问问 你听着 今儿个皇上给你面子 否则老夫非把你四十万段 老毛子 你听好了 本将耿惊中 己所不关兵 生是大清的人 死是大清的魂 只要皇上一声令下 本将立刻提兵北上 灭了你俄罗斯老家 大清国君臣一心 康熙帝四海为尊 而等蛮蚁既不读书又不识字 竟敢在我皇面前狂犬废日 殊不知我大清天威难犯 无论何处蛮蚁 只要脚下踏错一步 定叫你有来无回 罢了 东庭 臣在 雅各尔尼回驿馆 马上驱逐出境 喳 走吧 再见 三位爱卿 你们今日是长了大清的威风啊 耿京中尚可喜 你们俩人加封为一等侯赏三眼花灵 谢皇上 吴英雄 你加封太子太保入朝礼政 谢皇上 还有 太皇太后挂念平夕王 特地准备了两株千年的老身 一会儿拙人给你父王带去 陈大夫谢太皇太后恩典 父亲曾多次说当年从龙入关时 就是太皇太后立保父亲为王 太皇太后是吴家世世代代的恩人 刚才你有一句话说得好 只要咱们大清君臣一心 你们能够稳定住心思 咱们大清无敌天下 哟 这什么呀 还挺香的啊 这叫菠萝 皇上 扎手吧 吃着香 今儿你拆吃办得不错 赏给你了 多谢皇上 这下可以拿回家 孝敬奶奶去 哟 这什么呀 还挺香的啊 这叫菠萝 皇上 扎手吧 吃着香 今儿你拆吃办得不错 赏给你了 多谢皇上 这下可以拿回家 孝敬奶奶去 苏玛 准备更衣 朕要去刑部 那儿还有一个更扎手的呢 诶 诸葛阵 皇上驾到 罪勤拜见皇下 诸葛阵 你不是弹劾吴三贵吗 朕令你详细写出 吴三贵的罪状 写了没有 罪臣正在输血 诸葛阵 你这纯粹是一派狐言 你诬陷朝天 大清大员挑唆君臣关系 罪不可赦 皇上 臣死不足惜 但吴三贵等三藩久续赴臣之心 已成为大清隐患 他们早晚要割地作乱 到了那个时候 朝廷想收拾他们 晚了 明珠 朕在 你熟知大清刑律 就由你来定罪吧 皇上 依法当厨艺夭斩 是吗 能否留他一条活路呢 皇上 大清律乃圣族所定 虽当今皇上也应遵守 朕要你真正的 既然皇上决意要赐诸国志恩典 臣遵旨俭刑 可将腰斩改为斩首弃势 那就弃势吧 领旨 来 将诸国志绑腹罚场 是 等等 诸国志 你知道你为什么死吗 知道 臣诬陷吴三桂 你没有诬陷吴三桂 吴三桂确实有不臣之心 早晚必反 皇上 你听我跟你直说吧 吴三桂 朕杀不了他 朕只有杀你 就像五年前 敖拜要杀苏克沙哈 朕知道苏克沙哈 是忠臣 可太皇太后教导朕说 要用苏克沙哈的头 卖朝廷两个月的太平 朕现在用你的头 卖朝廷两年的太平 朱国志 你放心 你死后 朕当以国事代之 你的家眷 朕将使他们为亲骨肉 三年之后 朕为你平反 你的儿子将家官禁绝 朕会让你的子孙光宗耀族 臣明白了 皇上 臣死而无害 带下去 折 折 站住 去行郡 折 折 朱国志 你果然是肝胆赵人 朕如果杀了你这样的忠臣 朕岂不成了昏君了 皇上 朱国志 你敢不敢回云南做官呢 臣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有何不敢 好 吴三桂把你交给了朕 想让朕砍你的人头 现在朕把你回赠给吴三桂 你是一块铁石啊 将敲山震虎 朕看看那位平溪王到底是何居心 传旨 朕奉朱国志唯一品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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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奉朱京城 但是不日就会复考 臣担保他一定榜上有名 这个人有什么本事让你如此看重 此人预言过 臣这次来经领罪是有惊无险 朕国志他说错了 朕本来真的想杀了你 但是他还说过 如果吴三桂没有奉旨到京的话 皇上就会用臣的头来安抚三藩之亲 但是他毕竟看错皇上了 吴三桂不敢进京 而皇上却敢派臣去云南上任 臣请皇上将此人赏给臣 为皇上效令 这个人有如此的眼光 如此的才华 朕还舍不得给他了 明珠 在 派人寻找此人 带来见证 喳 rus 他是 桂人 您饿了吧 不不 不饿 我崇尼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来 吃完豆腐脑吧 这 吃吧 谢谢 好吃吗 好吃啊 这真是穷江玉业呀 不关大姐说 我已经三天三夜 没吃东西了 我看你是饿着了 官人哪 你做生意要大声吆喝啊 要不谁买你的字啊 不关大姐说 我就是不会吆喝 大姐 听你这口音 不是北京人哪 我叫索尔 是安徽人 进京声言告状来的 听说打官司花销大 为了咱这银子 才在这卖豆腐脑的 搜尔 我倒是有个主意啊 你嗓子好 曲子也唱得好 为什么不把这冤屈 写成唱词 唱给卖豆腐脑的人听呢 天桥这地方啊 人多 你呀 唱得越多 对你的帮助就越大 可我不是字啊 那不要紧呢 我来帮你写 你等着啊 我马上就回来 就好 人能因为 都有咱们 household 我 妈 所以 咱们 görüş 桑 Ib 大姐 你看看 来 大姐 你看看 我搜刀了 监督 大姐 你看看 官人 您的字写得真漂亮啊 拿反了 在那边呢 那这正面是谁的犬啊 那是一封书信 谁的书信啊 当地皇帝啊 有位老师叫五字影 他给民中堂写了一封书信 推荐一名穷书生给皇上 这封书信呢 在当官的看来啊 顶得上万两白银呢 但是这个穷书生 不肯向权贵折腰 他要靠自己的实力考取功名啊 官人 这么贵重的东西 索尔不能要 拿着吧 就用他点点那碗豆腐脑吧 那碗豆腐脑还不值半文钱呢 但是在我穷叔叔心里啊 这碗豆腐脑 可比这封万金书乱人心哪 吴大人 吴大人在吗 在 在 谢谢你啊 吴公子在京城做人难哪 我都看见了 你虽然是管具一品 但是别人 别人绫罗绸缎 你却是一身不一 别人出门 你出门却以马代步 说实话 尽管公子你如此谨慎 仍然是否认 我都看见了 你不认读到我 你不认识 我都看见我了 养鸡牧牛 不求文达于天下 但得洁身自保啊 吴公子何必牢骚满腹啊 你父王熊镇西南 你呢 归为皇清国戚 你们父子堪称是大清的双臂 不要说我十分羡慕 就连皇上也是 小心地呵护你们吴家呀 家父大难临头了 师兄还要取笑小弟 但是皇上给的一切 皇上一句话就能收回去呀 目前三藩的势力汴及西南 三藩的开支涌去了国库的一半 不是怕你们日后为患 现在朝廷就攻不起你们了 师兄一语道破要害 我是不同意撤犯的呀 一来天下出定 百费待举不易大动波澜 二来 你们也该主动的裁员大大的削减军费 总不能手握重兵虎视眈眈 啊 市子大张口处处都向朝廷索要啊 皇上虽然海量不会怪罪你们 可是 大臣们要告状 遇什么要生疑 将军们要骂娘啊 至理名言哪 余帝立刻转告家父 求他急行裁兵撤员削减军费 此外 还望师兄将此番一丝上奏皇上 世上只有一个人能说动皇上 是谁 太皇太后 这是家父的年金二十万两 请世兄务必小纳 恭敬不如从命吧 我猜你的意思是让我帮助你引荐老祖宗啊 咱们可把话说在前头 老祖宗可见不得金银财宝 谢师兄 余地有数了 祖宗啊 微臣问过了玉花坊的匠人了 说此品花乃是西式珍奇啊 真是天赐大清 断然是本朝的祥瑞之招啊 我说市值啊 真是难为你了 这么水灵的宝物 你是怎么从千里之外给我弄来的 家父特领人打造一支暖阁 由西双管纳护送京城 尽献给老祖宗 家父还说 天底下只有老祖宗 配养这花 奴才糊涂了 只有这花 才配得上老祖宗 有了这盆花啊 就不用奉承了 这花啊 它是天物啊 可是我呀 只不过是个老人 我见了它呀 这就浑身的舒坦 它叫什么名字来着 人间从未见过此花 因而尚无品名 正好请太皇太后赐名 没有什么花名啊 能够配得上它 你瞧瞧 它活生生的像个人啊 不过呀 我想起来了 我小的时候啊 我那奶妈哄我睡觉的时候啊 总叫我妹儿 妹儿 我呀 干脆就把我这小时候的乳名 给它起了 我就叫它呀 妹儿 老祖宗仁爱之心 古今罕见了 是啊 我说呀 咱们这些奉承话呀 可别把它给训着了 走走走 咱们到那边喝茶去 我说侍侄啊 臣在 这平溪王他得了什么病啊 不能来京 老祖宗在上 臣侄不敢不说实话 其实 家父他无病 他得的是心病 心病 家父日夜想念老祖宗 何尝不愿进京朝拜 可他害怕呀 怕京中流言伤人 怕朝廷撤除藩阵 甚至 甚至怕有来无回呀 这话倒是说到家了 臣侄在书信中也苦劝家父 吴家的一切荣华富贵 兵马钱粮堆到一块 都不及老祖宗的信任二字 家父若听信流言 瞻前顾后 不敢进京朝拜 吴家怎么能对得起皇上和太皇太后的信任呢 是啊 在当年山海关的时候 吴三桂在顺卿和抗卿这两点上 他曾经犹豫过 后来先帝皇太极与他沙马为盟 相约永不相赋 并且力排众议封他为平熙王 是为汉人中第一异性王啊 是啊 后来吴三桂果然为大清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都是太皇太后和先帝爷的眼光啊 是啊 如今虽说天下统一了 可是边疆不稳呢 所以说朝廷中需要贤臣永将 怎能有负于吴三桂呢 是啊 只是如今朝中有人议论 说吴三桂兵多将广 世大权重 有不臣之心有为患这些呢 嫉妒之心人所难免嘛 老祖祖 这天底下最不可能谋反的人 就是家父了 是直啊你说的好啊 再说说看 老祖祖 二十年前 家父以背名降清 从龙入关千里恶战 斩杀明君数十万 交死永利王朱幽朗 从那天起 天下汉人已对家父恨之入骨 甚至超出对满清八旗 尤其是乾明余孽 更恨不得将家父碎尸万断 太皇太后啊 家父在大清是第一亿姓王 而在汉人眼中 他却是第一国贼啊 家父为何落到如此绝境 这都是为了大清朝啊 家父除了对大清生死相随之外 早已别无选择 嗯 臣值弃血力士 吴家父子生为大清之臣死为大清之鬼 万万不该有异心 臣愿意 臣愿以森家姓名 保平夕王忠诚不二 请起 谢老所作 也来吧 起来 世之啊 你是大清如君如父 我是你如同异性骨肉 说句心里话 得天下后许多满人鞠躬自傲 愿不及你吴家父子这样的忠心耿耿啊 你告诉平夕王 你说让他放心吧 我信任他 也惦记着他 谢老祖宗 老祖宗圣命 皇上 皇上 皇祖母吉祥 呦 这花是吴三桂公的 孙儿啊 你瞧这花多神气 你不能乱碰它 是是是 这花集天经地绣于一身 别说 孙儿还真没见过 你才多大年纪啊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也才是头一遭见到 老祖宗 孙儿 是怕你被这东西给累着 伺候着他呀 我累着舒坦 我说 孙儿啊 在 你别一口一个东西一个东西的 这花的名叫妹儿 知道吗 妹儿 名字真好听 当然好听 老祖宗 花儿如果半红半白的话 可谓是天下奇真 人如果半红半白 可就中间不明了 你可是越来越刻薄了 孙儿知罪 老祖宗 您招孙儿前来有何芬芳 这些年呢 我已经是不问国事了 可是今儿个我要多句嘴 你招三位藩王进京 究竟是为什么 和老祖宗 不干什么 啊 只是为了商讨编患的事 不对吧 今儿个我跟你挑明了 你呀是想借机 消权捡兵 慢慢的裁撤三藩 为什么 既然老祖宗已经知道了 那么孙儿就如实禀报 多年以来 三藩他们所好半天下 这西南的半壁江山 几乎成了三藩的国中之国 朝廷根本碰不得 祝国志前不久上奏 要弹劾吴三桂 这吴三桂却又用谋反之名 将诸国志斩首 那那些大臣们的意见呢 孙儿曾将诸国志的折子 当庭讨论过 本来是想引起百官的警觉 可是呢 这些大臣们都护着吴三桂 可见这块骨头都难看 孙儿下旨 让三藩进京 平南王镇南王可是都来了 可偏偏他吴三桂竟然抗旨不进京 你说 他不进京 孙儿怎么干贸然裁军呢 老祖宗 撤凡是早晚的事 而且越快越好 本来 本来孙儿想时机成熟了 再信皇祖母的意志 今天既然已经问起了 那么 一切请皇祖母定夺 如果呀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他吴三桂呀 今年也五十有八了 他耿京中也有六十二了吧 哎呀 这几个老东西啊 岁数也差不多了 也活不了多久了 哎呀 这撤藩呢 早晚是要撤的 可是啊 你得从缓 你得耐着性子 养他个七年八年的 等他们那些老东西啊 活得差不多了 老死了 再撤 也不迟啊 何况 这藩王和朝廷啊 早有蒙事 再说了 这藩王目前的势力 又那么大 那蚂蚁要事多了 他也会搬山啊 孙儿 哎 你皇祖母 何尝不希望撤藩呢 可是 这撤藩呢 可是个戏活啊 你要是 稍有不留心 他就适得其反呢 把人家弄急了 就会 祸满天下呀 老祖宗啊 现在国库 已经攻不起他们了 您知道吗 如果再等十年八年的 我都等老了 我这把年纪 都不怕等 你小小年纪 就等不得吗 三番不撤 国力就不计 国力不计 何宫 曹韵 还有编幻 我 我都放不开手去做呀 我这心里 总像掉块大石头 我举步维艰 我知道你有雄心 可是你记着 这雄心的一半 是耐心 孙儿 仅遵义旨 我听得出来 你口遵义旨 可是你心里呀 不服 可也是啊 你做皇上也好多年了 我也不该在你耳的旁边 唠里唠叨的 孙儿 万不甘有此意 若不是皇宗母的教诲 那有孙儿的今天 你呀 甭跟我说这个 说正事吧 这三番呢 不必敖拜 敖拜呢 是挺厉害的 可他呢 只是咱满族的 一介家贼 这三番呢 他可是啊 三个汉王 他们呢 久经沙场 老谋深算 远在天边 是蹲在暗处 你要知道 这山高皇帝远呢 你高居京城 看不见摸不着 听不见抓不着 这才难斗呢 知道吗 孙儿这下明白了 皇宗母的意思是 知己知彼 才能够稳操胜算 诸国志的折子里 隶属了藩王十多款的罪状 我想 我想 亲自 去南巡一下 到实地 查访真伪 这倒不错啊 这从奏折上 是看不出世道民情 你呀 应该见识一下 人间百态 看看老百姓 是怎么过日子的 不过 你要真的去呀 就把苏麻带上 他侍奉你 我就放心呢 那好 孙儿料理几日 尽快出行 请问大爷 尊姓大名 养心殿都太监黄敬 拜访吴公子 公子 养心殿都太监黄敬来拜见公子 你怎么答复他的 我说公子 我说公子偶然微样 以服药歇息了 因此可见可不见 听说这个烟祸 是那个朱三太子的人 此人 阴险莫测 我们还不知道 是否真有朱三太子 奴才劝公子 不要与之接住 以免热火烧身 对付这个朱三太子 护王送我十二个字 不招 不惹 一级一离 将信将疑 公子的意思是 让他在客厅先等个半个时辰 不上茶 亮他一亮 然后 我再去会会他 看看他和他的主子 究竟有什么痛 是 是 奴才这就安顿他 黄敬啊 慢待 慢待 管家 在 为何不上茶呀 奴才疏忽了 吴公子 怎么算是出来了 奴才还以为 见不着公子呢 在下稍有不适 听说您来了 岂敢不起身相见呢 是啊 奴才也觉得 公子到了该生病的时候了 这么晚了 你还光临寒舍 是奉了皇上差使呢 还是奉了那个 伪太子的密令啊 奴才如果是皇差 现在吴公子还能忘了赏碗茶喝吗 奴才是周三太子的密室 冒死前来给公子制一条生路 好好好 黄哥哥 我们吴家的生路何在呀 平夕王反计以泄 世以仁皆知 吴公子 何必挖苦奴才 我不是吃药了吗 刚吃了药 嘴里苦得很 你只管说 平夕王 虎聚云南 用重兵做银店 炼铁煮盐 铸铜造钱 威震天下 而世子在京城 却如礼深渊 如礼寒冰 滴三下四 取义韬毁 这就是反计嘛 哼 又只可笑 平夕王 是真谋反 还是假忠臣 其实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 平夕王他是汉人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呀 在满人眼里 平夕王既有反叛的实力 也有造反的可能 就这两条 就足够让朝廷不安的了 您说是不是 说这话的人 眼睛毒得很呢 就奴才这点本事 说不出这话了 这话是朱三太子说的 叫奴才转赠给公子 当今皇上 以宽人为本 以忠义治天下 太皇太后 更是百年罕见的巨眼英豪 他们绝不会像那些 蜀木寸光的满人那样 容不得汉塵 是吗 奴才倒有一事不解 那天群臣朝会 朱国志谈和平夕王谋反 平夕王谈和朱国志造反 俩人之间 皇上只相信一个人 公子请猜 皇上到底相信了谁 皇上曾经面遇臣下 要将朱国志的人头送到云南 朱国志的人头倒是往云南去了 可是那人头上就已加封了二品顶带花铃 什么 皇上亲自到刑部提审的朱国志 不但赦免他无罪 反而生他为云南巡抚 朱国志很快就要成为 平夕王身边的一颗钉子了 朱三太子有旨 请吴公子转告平夕王 当今之际 唯有同朱三太子联手 才能共图天下 大路朝天 一人半边 阁下想干什么 吴家父子不管 可我父王既不敢称帝 却也不愿意当贼一样 谁 谁是贼 朱三太子乃天下之贵胄 他康熙才是满中满矣 我们汉人送回自己的江山 反倒是贼了吗 当今天子虽然年轻 但鸡毛全断聪明慧智 绝非朱三太子所能及 如果你们不是蜀妾狗头之徒 请问朱三太子何在 你请他光明正大地站出来 神龙见首不见尾 咱们说话的这会儿 朱三太子恐怕已经在平夕王的府上了 你们怎么敢把祸水印到云南去 平夕林早晚要大火临头 朱三太子这是前去相救罢了 他要咱们 帮他 证明皇上已对父王生疑 但这并非太后之意 太后与皇上之间所见不一 这正可为我所用 而以为 无论朝廷有多少流言蜚语 也无论皇上多么疑虑 父王万万不可生疑心 二十年前 父王背名顺清 沙明王破明君 为满清立国建大功 同时也与天下汉人不两立 如今纵有千难万难 也不能再度背清复明 如在失去清廷的信任 父王在世上将无立足之地 吴家将生死两难 而以为 康熙之所以想撤翻 是怕父王拥兵谋反 父王如能以忠诚之举 适于朝廷 主动削减兵被前两 康熙必然打消撤翻之意 朝廷平安了 吴家才能平安 父王仍将位及人臣 终生荣华富贵 刘大将军 镇南王尚可喜 平安王耿京中 已到山前下马换轿 传命 文官武将齐聚银安殿 隆重相迎 这 赤南王 秦南王 明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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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你们多时了 今儿我五花山真是喜从天降草木生辉啊 秦 请请 好气派啊 请请 我等自从离开京城 把不停蹄 跑了上千里 耿老弟他不返福建 我呢也不回广东 双双投奔你老哥来了 二位王爷这片情分 莫耻不忘了 师伯啊 我和上将军 好不容易出了前行宫 谁还顾得上回家呀 赶紧找师伯 请叫生死大计呀 我们三个藩王 无论出了什么事情 只能风雨同舟 融入一宫 两位王爷请 请 大哥 你真是王者七派啊 北京城里所有的府衙 咱们平夕王府都有 佩服 佩服啊 听说云贵川的百姓 不知道皇上 只知道拜服平夕王 其实我这个平夕王啊 只是替皇上守南门的一介老奴 岂敢跟京城的府衙相提并论 不过我这银安殿虽小 也是五脏俱全呐 好 光顾着关系了 两位王爷快请坐 请 来人呐 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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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看来 银安殿虽小 却是天子气派 五花山虽远 却是藏龙卧虎 师伯 你可是为满清立过大功的人 当年爱妾陈媛媛 被李自成所夺 师伯冲官一怒 魏红颜 首提雄兵 从山海关一直打到昆明府 大清的江山 一半是你师伯送的 师伯为何就不能与康熙 分治天下呢 老夫老了 你镇南王才是血气方刚 勇冠三军呢 听说师侄在广东 每十天就要吃一副活人心肝呢 小侄是个武夫 不会装模作样 恨谁就真把他给吃了 师伯是瞧不上人心肝的 要吃啊 就吃龙肝凤胆 老伯确实想吃龙肝凤胆啊 结果拿背几个小杂种 打得是满地找牙呀 自个儿又闹了个身败名裂 我吴三贵自从顺情入关以来 饱受三朝皇恩啊 如今人老了 也阔了 还贪图安逸了 是啊 那么 啊 哈哈哈哈